這大周圍聽老街坊說,過去住了很多粵劇老觀。 仙姐的父親白俱榮,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著名的小生王。 仙姐排行第九,原名陳淑良。 我恨演戲,家人就不給,我爸爸一向都不喜歡,他說這學複雜。 學戲五成十大學,有名說的。 我就是一個笑話,我才聽貴,在這裡求,求他給我做位置。 不知為何那個人很喜歡演戲。 我記得他看過上海妹一套,我跟他說過,他做王超軍。 我回來渣北葵線,在這裡學。 我也是很喜歡那些古代的婦人。 很年輕,我喜歡看《玉妮雲》、《春風回夢記》、《余知妻》等。 古代才子佳人的浪漫,事少令仙姐心傾易聚。 特別是自己在紙妻的裏面扮演矜持, 自負,敢於情愛的霍小玉。 那個龍家小姐,她在你。 整個龍日寬妖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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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我坦白說,我沒有想過演繹他。 因為我覺得,我一演就是那個人物。 我看完劇本,知道這個人物的性格是怎樣。 知道他的心態是怎樣。 所以我要用亡我的心態去演出。 我出去,我就是這個人物。 有些人物。 我兩個人物。 我看完! 我看完結了! 我看完結了。 我看完結了! 我看完結了! 我看完結了。 現在已知了! 我看完結了! 粵劇的戲劇片來自香港 其實只有兩套 一套就是紫色劇片 另一套就是選美妻 當時我是第一次看 仙姐和欣姐的演戲 看完一次一次又一次 如果你問我最吸引是什麼 我覺得最吸引是仙姐 你會發覺 仙姐就是郭小玉 從小他已經給我留有一個 即是不可以磨滅的形象 就是真是一個粵劇藝術家 即是他可以把你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 你進入到另外一個境界 這樣 是一個粵劇的 羅家寶和仙姐相識超過60年 他們先後在薛覺師門下 拜師學藝 十二、三歲 兩個人已經同台演出 小姐 是不是第一次來早苗 不是 哎呀 那時印象是很模糊 啊 那時陳錦棠又沒有花彈用 叫人 哎呀你隨便有雙眼蠟的 你給我訂過上來 那我就找到我了 我就去做了 不知道什麼的 有雙眼蠟 不是假的 你起碼有 條件聲色偽 就慢慢學 有聲有樣 就是叫做 那人家觀衆也會看你的 剛剛你知道你十幾歲的小女兒 是吧 在香港那樣大都市 一回來廣東就是農村 養得很新奇 是吧 上樹捉著仔 他都敢死的 琴上樹一個女兒子 我那個老師 陳錦棠 不要改他這樣 他就瘋狂 他就替教 他就替教 他很喜歡玩 我覺得公子 他做戲 你免得到觀眾 你不是叫觀眾來博物館看 你就死了 即是他們說 現在很多人學唱戲 多了很多人學唱戲 很多人學戲 有很多人去教戲 嗯 那學了呢 觀眾越來越少 這個又搞笑 是 是 學唱要做 還要有觀眾 這個問題 都不知道怎樣解決 好 好 粵劇 是領南地區 最具規模的戲曲品種 在電影、電視 還未普及的年代 看大戲 和其他傳統戲曲一樣 一直深受普羅大眾外帶 是老百姓的消閒活動 時至今日 粵劇面對時代衝擊 始終擺脫不到 觀眾流失的困擾 小姐最一次在舞台做大戲 是1969年 但是這麼多年來 她並沒有離開過粵劇 只是站的位置不同 她不想驚動觀眾 習慣躲在戲院的一角看戲 遠遠地留心著舞台上的演出 很難說 在我來真的很難說 我覺得粵劇不是沒有觀眾 你要吸引到她來看你 成績 在那裡 感谢观看